疫情这几年,因为国外政策比较开放,我一直在国外穷游,做旅游博主,我到土耳其的第一站,就是边陲小城马尔丁,因为到达的时间也挺晚了,酒店又太贵,便找了个有当地特色的民宿住下,接待我的民宿老板女儿,让我眼前一亮,她带着欧洲饭,但是黑色长发黑眼睛,眼睛又大又圆,鼻子挺拔。 脸很小巧,虽然只穿着简单的白T牛仔裤,但腿又长又直,身材苗条,但是前凸后翘,简直像模特一般,我叫西林,有什么需要,叫我就可以了。 前台,西林不嫌不淡的。 用英语说道,我叫宁安,我回了句,请你眼神放尊重些。 见到我一直看她,西林又冰冷地说道,我连忙道歉,她又不太友好的给我房间钥匙,显然是把我当色狼了。 哦,美丽的女士,不知道可否和你共饮一杯。 这是,一个说着英语,大富翩翩的外国男人,拿着两瓶啤酒,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,西林皱了皱眉,拒绝道, 不好意思,我在工作。 哪知道,外国男人不依不饶地抓住了西林的纤细的手腕,我一看,这还得了一把推开了外国男人。 然后,用我并不流利地忠实英语警告道, 这位女士已经拒绝你了,再闹我可报警了。 听到报警,外国男人有些慌了,这时候,店里的两个女员工也过来了,外国男人只好兴兴离去,嘴里还不甘不敬地骂着婊子什么的。 接下来西林表示,亲自带我去房间,虽然屋子里不大,但是独立卫生间,空调,冰箱应有尽有,谢谢你了。 一进屋,西林用非常标准的中文,对我感谢道,我顿感意外,从西林的口中我才得知,原来她是中国留学生,刚刚毕业不久。 西林又提出给我免防费,被我拒绝了,帮她是应该的,不能提条件不适,西林淡淡地的一笑,似乎对我没那么敌视了。 你人很好,不过说实话,我对中国男人的印象一般。 我有些不高兴,随口问她为什么,毕竟,土耳其一向对中国不太友好,当然这句话我是没说出来的,西林想了想,说道, 在学校的时候,追求者弄得我很烦,你们中国男人总是喜欢画饼。 我笑了笑,回道,中国男人是世界上公认最勤劳,疼老婆的,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好好了解一下,毕竟你见识到的只是一小部分。 西林耸了耸肩,不知可否,我们也没有继续争论,又聊了几句,帮我收拾好被褥,西林便离开了,快醒醒。 第二天凌晨,我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唤声,我只感觉天旋地转,坐了起来,屋子里更是不停地在摇晃,抵战了,快跑。 是西林的盛夜,我瞬间清醒过来,我习惯在陌生的地方不拖太多睡觉,随手裹好外套,便跟着西林跑了出去,外面天还没亮,此时地面已经不再摇晃了,路上零零散散的都是人影,在路灯的光亮之下,大家都显得很慌张,我也有些惊魂未定。 暗探自己真是倒霉,怎么屡个游还遇到地震了,附近已经有一栋房子倒了一半,还有房子裂开了,不过我能感觉到,地震不是很大,就是土耳其的建筑,泰豆腐渣工程,等了会没有余阵,民宿也完好无损,我这才回到屋子里,想要拿手机,打打打。 这时,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,一个人影冲进屋里,砰的一声关上了门,我吓了一跳,连忙回头,便对上了西林那明亮惊慌的大眼睛,我们这不是阵中不会有事的。 西林开口道,没等我高兴,西林直接把门反锁上了。 然后,有些恐慌地解释道,不过那几个美国人,正趁乱在楼下抢东西,咱们最好先不要出去。 我皱起眉头,美国人就是无耻。 果然,外面传来叫喊和打杂的声音,西林美眸轻颤,像是一只受伤的小鹿,看来被吓坏了,我想安慰他几句,可刚一凑近,他突然开始后退,靠在了墙上。 我尴尬地愣在原地,西林也低着头,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,我从来没有和男孩这么近距离相处过,我,我淡淡一笑,我明白,你放心,我不会欺负你的。 西林点了点头,接下来,我又想报警,西林叹了口气,没用的,没信号,应该是信号塔出问题了。 我一看,果然,不仅没网,也没信号了,我和西林只能躲在屋子里,西林告诉我,他两个员工被美国人吓跑了,不过他父母去弟弟家了,发现地震一定会尽快回来找他的,接下来,西林警惕的,和我一个床头一个床尾坐了下来,好在屋子里也没窗户,我们俩都不敢出声,生怕让美国人发现, 想等着天亮,或者是通信恢复了找警察救我们,因为起得太早,又精神紧张地折腾了半天。 不知不觉我睡了过去,等我再醒来的时候,天还没亮,我下意识看了眼西林,发现他正蜷缩在被子里面,然后我发现他正在发抖。 我连忙上前查看,发现西林正蜷缩着,脸色发白,秀眉紧促,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,你怎么了? 哪不舒服?我暗叫一声不好,焦急地询问道,西林缓缓睁开眼,免了抿嘴,虚弱地轻声说道,疼,看他的样子,确实很痛苦,我健壮,也不管那么多了,别怕,我带你去医院。 我们俩也都穿着衣服,我一把掀开被子,下床想要把他抱起来,这时候我发现,西林的身下有一团血迹,我倒吸一口冷气,抓住他的左膀,焦急地询问道,你哪里受伤了? 我给你止血,咱们现在就去医院。 西林一把扭过头去,闭嘴,我是来越试了。 西林说完,羞红了脸,我反应过来,也连忙转过身去,抱歉,我不知道你是因为这个。 我又看到西林裤子都湿了,想了下,从行李箱拿出自己的衣服和短裤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,我这有干净衣服。 西林翘脸微红,有些羞涩。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,拿着衣服走进了卫生间,随后我听到,里面传来哗啦啦,冲水的声音,卫生间的门是锁不上的,我摇了摇头,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 我可不是那些粗鲁的美国人,我们中国男人才是真正的绅士。 过了会,西林换好衣服,我抬头一看,眼前一亮,白衬衫显得她非常清新脱俗,因为衣服宽松,露出洁白的锁骨,下身的短裤,完全被上衣遮住,露出大半白皙修长的眉腿, 好像只穿了一件衣服似的,引人遐想,我一开目光,给她端上来煮好的红糖水。 西林有些意外,到了升线,喝起了红糖水,脸色也好看了许多,好在冰箱里有素食,水也有。 我们俩中午随便煮了点面,然后坐在床边闲聊了起来,床尾被血淋湿了,这回我们离得很近, 因为洗过澡,西林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长发也松软地披在两旁,别有一番风味,谢谢你。 宁,刚才我冲洗的时候,你一直背对身,我在忙碌,用中国话来说,你是卫君子。 西林柔声说道,对我的敌意,明显减弱了许多,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,没什么。 我随口回道,不过被一个美女夸奖,心里还是挺开心的,可就在这时候,四周又开始摇晃了起来,是余震。 西林哆嗦地说了一句,下意识贴在了我的身边,我能感觉到,她在瑟瑟发抖,四周又开始晃动起来。 她一把搂住了我的腰,我顿时感觉一股温热,少女的芳香冲入鼻息,让我手足无措,我脑袋嗡得一下,心砰砰直跳,连跑都忘记了。 还好很快,四周再次恢复了平静,西林反应过来,连忙松开了我。 我和她都闹了个大红脸,西林低着头,咬着薄唇说道,对不起,宁,我刚才太害怕了。 我轻轻一笑,宽慰道,正常,我也害怕。 其实我刚才根本没心情害怕了,不过这么个大美女抱我,怎么也算不上吃亏不适,砰砰砰。 就在气氛有些暧昧的时候,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有人在吗? 是美丽的西林小姐吗? 外面的人用英语问着,然后不停地敲着门,显然是听到了我们说话。 我刚想回话,西林一下子抓紧了我的手,她的手很凉,她在我身边带着哭腔小声说道, 是那几个美国人,之前我的一个女员工,就被他们追了出去,多半被他们。 西林吓得,美眸泛红,很明显,这几个美国强盗是冲着西林来的,一旦西林落入他们手中,后果不堪设想。 这时候,几个美国人见,我们不回话,骂骂咧咧地开始疯狂砸门,西林顿时抓紧了我,用祈求的目光看向我,宁救救我,不要开门。 西林瑟瑟发抖,显然被吓坏了,从我这个角度,可以看到她宽松的大衣领下,丰满的事业线,但我知道,我不能有一丝犹豫和瞎想,我深呼一口气,严肃地说道,西林,你别怕,无论如何,我都会保护你的。 我看到西林的眼中,闪烁着复杂的神色,对我重重地点了点头,婊子,开门。 外面的美国人,恼羞成怒地开始咒骂,西林也一把扑进我的怀里,眼泪速速流下,我会死的,他们会折磨死我的,他们有四个人。 西林大哭起来,我掏出手机,还是没信号,没法报警,门也开始剧烈晃动,明显撑不了多久了,我该怎么办啊? 四个人,我又没有武器,肯定打不过,我握紧拳头,我做不到眼睁睁的,看着西林出事,实在不行,就只能和他们拼了。 突然,我想到了战狼梁里面的情节。 我集中生智,大喊道,我是中国记者,大使馆的人正在找我,你们想干什么? 然后,我用英语又说了一遍,外面果然安静了下来,我听到他们在说相机什么的。 我昨天来的时候,确实有跨着相机,他们沉默了半天,显然真的相信了我是中国记者。 接着,有人说道,我们和你没仇,把里面的土耳其女孩交给我,你现在就可以安全离开。 西林顿时一颤,松开了我的手,红着双眼看向我,非常的可怜无助。 如果现在离开,我确实可以全身而退。 可等着西林的下场,可想而知,没有犹豫,冲着外面喊道,西林是中国留学生,我的同学,有中国绿卡,请你们立即离开。 我强硬的态度,也震慑住了外面的美国人,随后有人大喊,让我们把钱都交出去。 我松了口气,通过门缝,把钱包里的几百土耳其里拉塞了出去,我听到外面骂了一句穷鬼,一阵脚步声之后,外面安静了下来,他们似乎离开了。 命,谢谢你,真的谢谢你。 确定安全了以后,西林蜷缩在一旁,后怕地哭泣着,模样很是可怜。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,安慰道,没事了,我会保护你的。 同时,我也为祖国强大的自豪,这几个美国人,显然是不想和中国人有大的冲突,手机还是没信号,好在冰箱里食物还够用,晚上吃过饭,我又困又累睡着了,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醒来的时候,发现西林不在身边,西林。 我顿时紧张了起来,我在。 卫生间里回了一句,就在我放松下来的时候,西林围着个浴巾走了出来,白皙的香肩,锁骨,还有天鹅井,顿时暴露在我眼前,很明显他刚洗过澡。 头发湿漉漉漉的,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沐浴露和水汽混合的方向,不好意思,我不知道你在洗澡。 我连忙转过身去,脸刷的一下就红了,突然,西林从身后抱住了我,宁,你要了我吧,我还是第一次。 感受到身后苏兄的柔软,我整个人顿时一麻,荷尔蒙瞬间升高,面对一个大美女的头怀送抱,谁能忍得住啊。 我深呼一口气,转过身来,迎上了西林水汪汪的大眼睛和潮红的小脸,西林,你,你这是怎么了? 我有些意外地问道,西林抿起红唇。 叹息道,我听到那几个美国人没走,他们不会放过我的,通讯部恢复也联系不到警察。 西林低下头,带着哭腔说道,所以,我把自己交给你吧,总比那些恶心的家伙好。 我明白了西林的意思,拿起外套给他披上,然后,认真的说道,你放心,无论如何,我都不会抛下你的,我会等你安全才离开。 虽然拒绝一个美女,确实挺艰难,但我不能成人之威,西林猛地看向我,惊讶道,你说真的? 我点了点头,没有丝毫犹豫。 谢谢你,宁,你真是个大好人。 西林感动地流泪,我安慰了他几句,发现他正在发抖。 这时候,我感觉到屋子里,好像冷了许多,我赶紧把被子披在西林的身上,骂了句鬼天气。 西林担忧地说道,应该是余震,让宫电系统出问题了,没有电热了。 天色也不早了,土耳其晚上,外面的温度只有几度,没有人造热量的话,屋子里会比外面还冷,我有些无语。 土耳其这电厂和信号塔都什么质量,基建真是比国内差远了,我也冷得抱在一团缩在角落里面。 过了会,我听到西林轻声说道,你也进被子里吧,如果冻出病了,我们连药都没有。 我一想也是,反正抱都抱过了,就在我要进被子里的时候,西林又小声提醒道,你脱衣服,要不然不保暖。 我反应过来,说了句得罪了,最后只穿着短袖和短裤,进到了被窝里,接着我一个机灵,接触到了同样穿的很少的,西林滑嫩的皮肤,要知道,他可是只披这个浴巾啊。 一时间,我口干舌燥,我在心里提醒自己,我们这时互相取暖,不能有非分之想。 我可是答应西林了,不会懂他,这时,西林柔声开口道,宁,你好热,我是愿意的。 我的心砰砰直跳,这是个男人也忍不住啊。 气氛越来越暧昧,我们俩的呼吸都有些急促,叮铃铃,一阵手机铃声,打破了这份暧昧,我有些埋怨,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,随后惊喜地反应过来,通讯恢复了。 西林接通了电话,我的手机也疯狂震动了起来,来了许多消息,赶紧和家人报平安。 等到我们俩都联系完,西林满脸愁容,我父母赶过来的时候,在首都处了车祸,妈妈也受了伤,要拜托亲戚来接我。 我想了想,说道,咱们不能再等了,太冷了,要不,我送你去找爸妈吧。 西林眼睛一亮,兴奋道,真的吗? 我一直没睡,那几个美国人被动的,已经开车离开了。 那正好,我送你去找父母,然后回国。 我父母已经急得联系大使馆了,是有飞机可以回去的。 听到我要回国,西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,第二天一早,我们终于出门,民宿里面一片狼藉, 西林看得直骂美国人是强盗,确定了外面安全以后,我们开始收拾行李。 西林有一辆福特轿车,正好可以让我们赶路,一路上,根本没什么行人,超市等等,地方却是爆满,都在疯狂抢购, 也不时能看到有人补房子,还有倒塌的房子,直到路上看到警察巡逻, 我和西林才放松了一些,马尔丁距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,有400公里,大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。 有信号我终于能看到新闻了,原来土耳其发生了7.8级的大地震, 加上余震还是两次,还好马尔丁和安卡拉都不是震中,路上,我们也聊起了我要回国的事,毕竟父母很担心我。 聊到这个话题,气氛有些压抑,这几天的相处,我和西林关系近了许多,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小美女。 路上,西林接了一通电话,有些抱歉地和我说,宁,我朋友也在附近,可不可以和我们同行? 我一听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多个人正好还多份安全。 我们等了一会,一个土耳其女孩找了过来,和西林热情地打起了招呼,接着西林和我介绍, 这个女孩叫做米兰,虽然没有西林那么惊艳,但米兰也是个美女, 金发闭眼,更加倾向于西方女孩,不同于西林的清纯。 米兰属于性感类型的,胸前波涛汹涌,身材很是不错,就这样,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人同行, 路上,就在西林上厕所的时候,米兰坏笑着看着我,你和西林是什么关系? 看他这样子,明显是误会了,我便和他解释起了前因后果, 哦,你还真是个好人,你没有女朋友的话,看我怎样? 米兰一撩长发,风情万种地看向我,这,我们才认识。 我有一些措手不及,呵呵,我很喜欢你这种有安全感的男人,你确定不要考虑下吗? 送上门的女人,只要我点头,她就是我的了,可我到底不是那种随便的人,还是婉拒了,不好意思,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听到这话,米兰也只好作罢,接着又等了半天,西林还没有回来,我一个男人也不方便去看,便想让米兰去看看,这时候我一抬头,看到一辆黑色大众轿车开了过去,后面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的,正是西林。 不对,西林有危险,我分明看到,西林被捂着嘴在挣扎,我刚想发动汽车追上去,被米兰一把按住,她惊恐地说道,那几个人我在新闻上见过,是逃犯,亡命图,咱们要是追上去,会有生命危险的。 听到这些人这么可怕,我不免也有些惊慌,可西林在他们手里。 米兰叹了口气,当初有逃犯在他们家的民宿被抓,这些人是来报复的,别去想西林了,你会送命的。 米兰抓住了我的手,你就不了西林的,我和你走,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。 是啊,我一个人,怎么和几个亡命图斗呢,搞不好客死一箱,可能都找不到尸体,现在又一个美女要和我走,一边是天堂,另一边就是地狱,似乎并不难选择,我一咬牙,发动了汽车。 朝着大众车追了上去,米兰,怕的话,你现在可以下车。 冷静了一会,我朝着后面说道,你还真是男人,我和你一起。 米兰打量着我,对我的举动很是惊讶,有人陪着,怎么说也比我自己强,跟了一阵子,大众停在了个树林前面, 我看到西林被两个男人拽了下来,朝着树林里面走了进去,我也停了车,思考了下说道,你和我去,还是在这接应。 我还是等你们吧,我会开车。 米拉一副害怕的样子,这也无可厚非,我点了点头。 下了车,我一边远远地跟着那些人,一边把电话放在耳边,很快,电话那头传来米拉的声音,那个中国男人跟上去了,你们把他打晕就好了,中国大使馆在找他。 西林那么漂亮,卖到法国去,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 现在乌克兰在打仗,供不上货了,那边对于妓女的需求可是很高的。 听到电话里的话,我心里一阵恶寒,因为西林的手机没锁,所以被我打通电话扔在车里了,没想到米拉竟然和这些绑匪是一伙的。 西林拿她当好闺蜜。 她竟然要把西林卖去当妓女,真是蛇蝎心肠。 我意识到,现在绑匪已经发现我了。 我继续跟踪,发现西林被关在了林子里的一个小屋里面,我没敢轻举妄动,十分钟以后,我冲进了林间小屋。 命,你怎么来了? 见到我,西林非常欣喜,冲上来紧紧抱住了我,随后想到了什么,用力推了我一下,你快走,绑匪就在附近。 他刚说完,门砰的一声被踹开,三个手持武器,土耳其面孔的大汉冲了进来。 他们用斧子和棒球棍指着我,威胁道,中国人赶紧给我滚,否则杀了你。 西林下意识地把我护在身后,我有些感动,面对凶神恶煞的绑匪,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。 我深呼一口气,说道,咱们做个交易如何? 我用米拉换他。 接着,我拿出米拉的外套,没错,来之前,我已经把米拉绑了。 几个绑匪顿时有些意外,其中一个光头,咧嘴一笑,不过是个婊子罢了。 我们只要这个叫做西林的女人,你要再不滚,会和她死在一起的。 我低估了几个绑匪的无耻程度,可这更说明了,我不能把西林扔下,下定决心,我也镇定下来。 看向西林,她是我的老婆,中国人的老婆,中国公民出世,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 光头眯着眼睛,骂道,小子,你吓唬谁呢? 米拉怎么没说这娘们是你老婆? 我丝毫不惧地看向她的眼睛,决绝道,她要不是我老婆,我会不要命地救她。 你们想动她,先冲我来。 光头闻言,沉思了一会,举起了棒球棒,我和西林都被这个举动吓坏了, 用力地抱在一起,十分钟之后,你们再离开。 哪知道,光头只是挥手,让几个同伙离开。 中国人的身份,再次救了我一次,等到绑匪离开,我和西林抱在一起,喜极而泣。 十分钟以后,我和西林离开,找到了我们的车,给米拉解开了绑着手脚的绳子。 二话不说,把她扔下了车,西林,我对不起你,还有,她是个好男人。 这是米拉最后说的话,接下来,警察也找到了我们,我已经报警了,但是担心西林的安危,率先进去了。 然后警察一路,护送我们到了安卡拉,我们在医院,找到了西林父母,还好受伤都不是特别严重。 他们对我很感谢,把西林交到了父母手上。 我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,我和西林都很伤感,西林突然说道,宁,我要和你走。 不用送了。 我和西林有联系方式的,这就够了。 西林走到我面前,坚定地说道,我是说,我要和你回中国,当你老婆。 西林微笑道,眼中满是期盼,我的心怦怦狂跳,看向西林的父母,看他们也冲我笑着,用力地点了点头。 不知不觉,我确实和西林产生不一样的情感。 接下来,我们在医院照顾了一阵西林的父母,也到了离开的日子,大使馆帮我联系到了飞机。 我可以和祖国来救灾的,蓝天救援队的包机一起回去,离开那天,我和西林告别了他的父母,坐上了出租车,可是走到一条小路上,司机突然停下车,开了车门就跑,我和西林下了车才发现,几个蒙面的劫匪,拿着刀子把我们包围了起来,我有些欲哭无泪,国外这么不安全吗?这都第几次了。 见惯了这种事,我连忙安抚他们,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你们,不要伤害我们。 带头的高个劫匪,指着西林说道,女人留下,你可以滚了。 我攥紧拳头。 还想再商量,可他直接给了我个耳光,这时候,逃跑的司机也被压了过来,扑斥。 没等我反应过来,司机一刀被插在了后背上,倒在地上不知死活,接着,高个劫匪凶狠地大喊道,你也想死吗? 面对死亡,我不寒而栗,我转过身,一把推开西林,西林,你快走。 看到他愣神,我再次大吼道,快跑。 见到西林跑了,我回身抽出司机后背的匕首,就想和劫匪拼了,可这时候我发现,刀竟然是弹簧刀。 几个劫匪,也哈哈大笑了起来,高个劫匪递给了我一封信。 我疑惑地打了开,中国小子,西林说你很神勇,可我不信,这是我们对你的考验,现在,他可以和你回中国了,好好对我的女儿,不然我还会揍你的。 原来,这是岳父岳母的考验啊。 我看到远处的西林队失我,充满爱意地笑着,劫匪们送我们上了飞机和来救援的第三批蓝天救援队一起回去,经过这一痛遭遇,我深刻意识到,还是我们国家强大,充满爱啊。